我們從第一題開始了 來請看到例題 這個題目 這看起來是一個指數運算的題目 2的根號三次方 然後乘以4 OK 有一個括號 外面在幾次方呢 根號三 減二 這麼多次方 它要你去化解這個東西 在座的同學 應該可以思考一下 你覺得這個題目 我們台灣的學生能不能做 這肯定是能做的 怎麼可能不能做 不能做我也不會挑出來 這個題目怎麼做呢 來這個題目我們一起來 韓國嘛對不對 2的根號三次方 請問你 這個4啊 4我們可以把它寫成2的幾次方 欸 當然4就是2的什麼 2的平方嗎 這有什麼問題嗎 這沒有問題的 好 外面有一個括號 然後整個在幾次方 根號三 減二 這麼多次方 我等你啊 然後我們現在就用指數率第一條 請問同學 2的根號三次方乘2的平方 會變2的幾次方啊 欸指數率有三條 你知道嗎 我現在用指數率的第一條 底數一樣的時候 然後相乘 次方會相加 對不對 也就是說 你把這兩個乘起來 會變成2的幾次方 根號三 加2 這麼多次方 這樣可以齁 外面 再幾次方 根號三 3 減2 這麼多次方 欸 這樣寫沒有問題吧 每個細節都把它寫清楚 請問接下來會用到指數率的第幾條 第二條 裡面的次方跟外面的次方 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相乘喔 對不對 指數率的第二條 指數率只有三條而已 只有三條 不是三十條 內外次方會等於次方相乘 也就是說 它可以寫成2的 上面是 根號三加2 再乘上 根號三怎麼樣 減2 對吧 這麼多次方 欸 指數率第二條啊 裡面的次方跟外面的次方 可以乘在一起 對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它會等於2 接下來是國中數學的環節喔 A加B乘A減B會得到誰 會得到A平方減B平方啊 這邊會變成 根號三的平方 也就是3喔 減掉2的平方叫做4 哇 所以呢 它會變成2的幾次方 來 你說 欸 他們也是有基本題的啊 來 2的幾次方 -1次方 同學什麼叫2的-1次方 有沒有定義過這個概念 負的次方就是什麼數 就是它的倒數嘛 2的-1次方 我們在指數與對數那個單元呢 把2的-1次方 規定成是誰呢 二分之一喔 結束囉 簡單的指數運算 對不對 韓國的考題喔 而且這個題目呢 你可以仔細看一下喔 這個題目是他們必答部分 什麼叫必答部分 你一定要回答 沒有回答你就拿不到這個分數 這樣好不好 必答部分的其中一題 本題答案1選第二個選項 來 本題答案1選2 把它畫起來 這樣你會嗎 第一題答案是2喔 好 OK 有沒有問題 可以嗎 好 我們再來看立題2 好 在這也是必答部分的問題 來 立題2 我寫在這邊 如果你有興趣的同學 其實我 你可以趕快把這一張 把這一本 這十幾題把它做完 他們的題目其實 設計的還不錯 對於一個等差數列 等差數列喔 同學你把它畫起來 他說 我現在呢 給你一個等差數列 知道什麼叫等差數列嗎 同學什麼叫做等差數列 對不對 就是這個數列啊 它前後兩項之間 有一個固定的差距 對不對 那個固定的差距 我們稱為這個數列的什麼東西 叫做公差對不對 前後兩項之間有個固定的差距 好 然後他跟你說呢 欸 我的第二項 A2等於多少呢 A2等於6 還有 第二項是6 再來 第四項 A4 加上 我的第幾項呢 第六項 會等於36 喔 給你這兩個條件啊 然後問你說 請問這個數列的 第十項 A10 是多少呢 這個題目大概有很多種做法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我覺得比較基本 而且簡單的做法應該是這樣子 來 請看這邊 Solution 請給你看喔 你知道 A2 這是這個數列的第二項 它是數列的第一項首項 就是我們的A1 再加上一個公差 再加上一個公差 對不對 這大家應該都知道 掌握首項跟公差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看嘛 首項是誰我不知道 公差是誰 我也不知道 對吧 第二項是第一項 加上一個公差 這肯定是沒問題的 來 第四項是誰呢 來我們這邊寫一下 來 A4 加上 第六項叫做A6 欸 同學問你 第四項是首項加幾個公差 你應該是知道 第四項是首項加幾個公差 加三個公差 對不對啊 把它寫上去齁 對不對 每加一個公差它就跳到下一項 所以第四項是首項加三個公差 那請問你 第六項是首項加幾個公差 欸 首項A1 加五個公差 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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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來整理一下 A1加A1 所以這邊是兩倍的A1 三個公差加五個公差 所以是加幾個公差呢 八個公差加上八倍的豬 他說這個東西會是多少 欸 他說這個東西是36 這是他說的喔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題目已經接近尾聲了 為什麼 欸 我們現在已經得到一些重要的訊息喔 來你看這邊 我們的第二項不是六嗎 來這個是六 我們解零力就好啦 來我們的首項加上一個公差 等於六 然後這邊是來這個四十整理一下 A1加上四個公差 會等於多少 這個除以二四十八 欸應該沒有寫錯啊 對不對 兩倍的A1加上八倍的豬等於36 那一個A1加四個豬就是18 欸 那我們這邊就 其實挺簡單的是吧 這個是第二 這個叫第一四 這個叫第二四 我們用加減消去法 把第二四去減掉第一四 可以嗎 相減A1A1減掉 四個公差減一個公差得到幾個公差 三個公差 三個公差 三個公差會等於多少 18-6是多少 12 三倍的豬等於12 同學那請問你你的豬等於多少 當然就等於4啊 對嘛 就很簡單的一個想法 對不對 公差算出來是4 然後你再把他帶回去第一個獅子 馬上看出來 你這個數列的首相是多少 來 首相A1會等於 4加多少會變成6 當然是2喔 欸 好棒喔 我首相跟公差都算出來 欸 給你10秒鐘 你知道我現在在做什麼 他這個題目就跟你說啊 欸 我現在有個等差數列喔 對不對 我的第二項是6 第四項加第六項等於36 請問你第十項是誰 韓國的考題 對吧 欸 那事實上也不難 現在我們首相知道了 公差也知道了 請問第十項該怎麼算呢 回來這邊喔 第十項是首相A1 請問再加幾個公差呢 當然是9個公差嘛 對不對 你每加一個公差你就往後一項 那你第十項肯定是首相加9個公差 看 首相叫做2 加上9倍的 來 公差是多少 4 喔 所以這一題答案是2 加上 欸 94 36 36加2 本題答案應該是38 我慢慢教這樣你聽得懂嗎 好 我也沒有用很快的方法 就是簡單的講一下 來看看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做了兩題囉 有沒有什麼問題 對吧 韓國的大考其實是有相當難度 他們因為會考微積分 他們的微積分考得挺難的 他們有一些題目是蠻複雜的 但是我把微積分拿掉 我們就看不是微積分的部分 因為畢竟我們學測不考微積分 對吧 好 我們是分科測驗採考 欸 那現在我們來看第三題 我覺得他第三題出的不錯啊 來 我們來看立體三 立體三 他說有一個數列他的首項是1 來你把它寫上去 這個數列呢 他的第一項是1 然後他說對於任意的正整數 n 欸這裡我有一個地方打字打錯 an加1 來幫我改一下 我打an對不對 這個我打錯了 是an加1 不好意思 這個打字難免會有一點太拼的 error 來 an加1 這個數列的地 n加1項會是誰呢 這個獅子你就不見得看得懂 他會等於兩倍的an 如果你的an 小於7的話 好 呃 什麼情況下 他會等於an減7呢 這是另外一種情況 義父 你的an 大於2 7 哇 這東西看起來好像有點難懂 這到底在講什麼 這到底在講什麼 這個題目要為什麼呢 呃 請問他前八項的總和 這個數列 如果你把第一項 加第二項 加點點點 加到第八項 前八項的總和 請你幫我算出來 會是多少 好不好 你先把題目看懂 就是他到底要問什麼東西 好嗎 我幫你把這個切乾 這個我認為同學應該要能夠理解 接下來我要講的這個東西 同學我問你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我們高中有學過 這台灣的高中數學教育有談這個問題 這個數列的第N加一項 跟他的前一項之間 有這樣子的一種關係 這種數列叫什麼數列 欸有學過啊 我們除了等差數列等比數列之外 我們課本還有說過有一種數列 這種前後兩項 相鄰兩項或相鄰三項的這種 給你一個關係有沒有 各位喔 這我們叫什麼數列 這叫地回數列 有聽過嗎 我們台灣的高中數學有談這個東西喔 這叫地回數列 他給你前後兩項的關係 通常呢他會給你第一項 你透過這個關係去把第二項找出來 再透過這個關係去找出第三項 第四項 你要找第幾項都可以透過這個關係 慢慢的把它寫出來 有沒有問題 那你說老師他要算前八項的總合 到底該怎麼做呢 我個人建議你 我們塗法練鋼就好了 來我們先來算這個數列的第一項 欸我想想看喔 這個數列第一項 就是首項 來跟著起來喔 這個數列的第一項是1對不對 這題目說到 他說第一項是1 這是他題目給的啊 欸第二項怎麼算呢 A2是誰 你說老師我怎麼知道A2是誰 欸請看這個獅子喔 這獅子我才有些同學看不懂 你要算A2要看上面還是看下面 同學我問你一件事情 A2 來你看這邊 你的A1是不是1 來你寫1 請問1是小於7還是大於港於7呢 當然是小於7啊 對不對 因此我們要計算A2的時候 是要看上面這個規則還是下面這個規則 當然是要看上面這個規則 他說你的前一項如果比7小的話 那你就要用這個規則 你的前一項如果大於等於7的話 那你就要用這個規則才能計算出你的下一項 懂這個意思嗎 所以你看嘛 你的第一項不是1嗎 1不是小於7嗎 沒有錯嘛 所以請問你第二項是誰 第二項我這邊講很慢喔 第二項是誰 應該要踩上面的規則是兩倍的A1 這樣懂不懂我在講什麼 第二項是兩倍的A1 為什麼 為什麼是上面不是下面 因為你的第一項是1啊 1有沒有比7小 當然有啊 所以是要看上面的規則 來 兩倍的A1是誰呢 就是2 漂亮喔 我第二項算出來了 對吧 你看懂對不對 它不會很難 但是我怕你看不懂題目在講什麼 來 我們再來看第三項 祈福老師 這個數列第三項是誰呢 第三項是不是可以用它的前一項 就是第二項算出來 那第三項到底是要用上面的規則 還是下面的規則 那你就要去思考一下 來 第二項的數字是誰 是2啊 2來 你寫一下 2有沒有小於7 有 2小於7啊 它的前一項不是小於7嗎 那所以第三項應該要用上面的規則 對不對 它是兩倍的A2 2倍的A2是誰 就是4啊 就是4嘛 對不對 就慢慢的去尋找他們的關係就可以 再來 我們再來看第四項 2倍的A3是誰 是8 接下來你就要注意 這個數列的第四項是8 請問這個數列的第五項是誰啊 你說老師我知道啊 1 2 4 8 再來是16對不對 哇 不是這樣子喔 你如果講16 那你這一題就沒有機會得分了 請問你 這個第五項是要採取上面的規則 還是下面的規則呢 是要採取下面的規則 為什麼 因為這個第四項是8 來寫在這邊 8是小於7還是大於等於7 8是大於等於7啊 對不對 你第四項是不是8 8是不是大於等於7 所以你的下一項應該是8減掉多少 是8減7啊 來寫上去 所以A5是A4 再減掉7 8減7 是多少 是1喔 你的第五項是1喔 這個題目難在哪 這個題目最難的地方就是這個地回關心4 我猜有看不懂這個式子 他看到這個式子就覺得 蛤 三小這什麼 我看不懂對不對 如果你看懂的話 我想這個題目應該就簡單 來請問 第六項是誰 你看我又回到1了對不對 1 2 4 8 然後第五項又回到1 那你告訴我第六項是誰 當然是2啊 對不對 這還用說嗎 第七項呢 第七項就是4嘛 來第八項 就是8嘛 所以他是不是其實有一種會循環的概念 1 2 4 8 1 2 4 8 講一句比較不好聽的 他不要說求前八項的和 求前一百項的和 你也會算啊 因為他四個四個就是會重複嘛 1 2 4 8 1 2 4 8 四個四個一組對不對 求前一百項的和你也會算啊 他是有規律的好不好 好 那這一題呢 所求 我們就可以把答案算出來 所求就是誰呢 1加2 加4 再加8 再幾倍 再兩倍 對不對 這個算出來是誰呢 來我們算一下 1加2加4加8 這個是 15乘2 所以答案是30 我來看一下他們給的官方答案 是不是30 沒錯 應該要選1個選項 太棒啊 對吧 對吧 韓國人的升學競爭 聽說非常可怕 他們的頂大好像只有三間而已 好像是什麼 什麼南韓那個叫什麼 首爾大權 什麼高麗大權 跟什麼嚴世大權 好像就有點像台灣的那個台清交成那種感覺 就是你要上這幾間才 就是可能你的未來會比較有前途這樣子 競爭非常激烈 第三題 好那我們接著繼續看第幾題呢 我看一下 來我們來講第四題 我們就照順序來教 來例題是 這個禮拜來欣賞一下 我們周遭國家韓國的考題 例題是 這個題目是在考三角函數 你不覺得這個題目看起來很熟悉嗎 你看大家考題都是抄來抄去 π小於θ 小於2分之3π 先問一下在座的同學 這個π就是我們講的幾度 就是180度啊 來寫上去啊 180度對不對 是弧度嘛 然後θ 2分之3π是幾度 這幾度 270度啊 如果寫成角度 你應該比較容易懂對不對 換句話講 我這個θ在第幾項線啊 超過180 小於270 這個代表θ在第幾項線 這個θ在第三項線啊 來θ在第三項線 是第三項線 是第三項線角啊 可以齁 θ在第三項線 講到這個第三項線呢 有個東西要跟同學稍微複習一下 你在旁邊寫個t好嗎 旁邊就是小小的地方寫個t 三角凡數的正負 三角凡數的正負 你們怎麼記呢 我自己當高中生的時候 我是這樣記 我是用中文記啊 來 這個叫θ θ在第一項線跟第二項線是正的 來換個顏色的比 這個叫cos cos在第一項線還有第四項線是正的 那tang呢 tang呢 tang是誰 tang是這個啊 來 tang在第幾項線是正的呢 第一項線跟第三項線啊 原理我就先不講 我先講結果 同學這個怎麼記呢 你不覺得這是一個中文字嗎 哪一個中文字 才啊 對不對 才嘛 我們的筆順是這樣啊 先寫橫的再寫直的再寫這個 對不對 我小時候都這樣記啊 sin cos tang sin一二項線是正的喔 cos一四項線是正的 tang是一三項線是正的 我小時候都這樣記 當然你要問原因的話 就是跟三角函數的定義有關 從定義就可以知道說 喔原來他們的正負號是這樣子 知道這個東西喔 好 這個題目來看一下韓國的考題 他跟你說 我的θ在第三項線喔 給你一個關係是 tangθ 減掉 什麼東西呢 tangθ分之六 然後等於多少 等於一 就這樣子 對不對 給你一個 這個 跟tang有關的等式 題目問你呢 sinθ 加cosθ 來 這個答案是多少 請問在座的各位同學 這個高三的同學 你怎麼做這個題目 我不知道你怎麼做 但是如果是讓我來處理的話 這個題目我會這樣做喔 來看我這邊 第三項線tang是正的對不對 既然是正的 這邊 我會左右兩邊怎麼樣 同層 同層tangθ 要不要寫上去 如果是我我會這樣做 你說老師為什麼要同層tangθ 因為 tangθ乘tangθ 這邊會變成tangθ tangθ 減掉tangθ分之六 乘tangθ 這個就變減六 對不對 然後這個東西會變成什麼 等到右邊 就是tangθ 不就變成tangθ 的一個一元二次方程式嗎 我們把它移向 tangθ 減掉tangθ tangθ 再減六 等於0 對不對 能不能把tangθ算出來 應該可以 來 我們來十字交成一下 tangθ tangθ -6的話可以拆成 2跟3 對不對 他中間要是負的 所以應該是負3去配上 正2 我這樣講的話 到底啊 對嘛 十字交成 這係數配的剛剛好 2乘負3是負6 加兩個tang 減三個tang 所以減掉一個tang 沒有錯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他就可以分解成tangθ tangθ 加2 再乘上tangθ 怎麼樣 減三啊 等於0 對不對 對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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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題目的數據設計得好好的 兩個相乘等於0 要嘛前面是0 要嘛後面是0 對吧 所以我們從這邊呢 就可以看出來 我們的tangθ 到底有可能是誰呢 tangθ有可能是-2 或者是3啊 -2 或tangθ 等於3 對不對 他給的這個條件 真的能夠把tang算出來 這肯定是沒問題的 來 現在那個高山的同學看我這邊 請問喔 我們的tangθ 到底是3還是-2 還是都可以呢 請不要忘記喔 我們的θ在第幾項線 第三項線喔 第三項線 對不起 根據三角函數的定義 定義喔 請問tang在第三項線 是正來負的 他是正的 所以tangθ等於-2 這件事情 是不對的 好不好 tangθ等於-2 是不合的 把它畫起來 括號寫上不合 對不對 在這個題目的設定底下 tangθ是不可以等於-2 好 那你說老師 這個題目還是不會做啊 為什麼不會做 tangθ等於3 sinθ加cosθ是多少 我怎麼知道 來跟你說一件事 這個題目做法很多 但有一個做法是這樣 大家都曉得tang的定義 tang是誰除以誰 tangθ的定義 sinθ再除以什麼 再除以cosθ 對不對 所以他告訴你tang等於3 就是告訴你 sinθ除以cosθ等於3 對不對 沒有錯啊 對吧 然後你要曉得 sin和cos之間 有一個混等式 sin平方 加cos平方 一定會剛好等於多少 一二三等一啊 跟你θ是誰 也沒有關係嘛 你就想想看 兩個位之數 有兩個關係是 我硬算也把你sin 跟cos算出來 對不對 有什麼困難的 來我們這裡 稍微整理一下 高三概可以 來這邊會發現sinθ會等於什麼 sinθ會等於3倍的cosθ 代入誰呢 原來是這樣子 我們用代入消去法 我們就將 我慢慢寫 將sinθ 等於3倍的cosθ 等於3倍的cosθ 把它代入 代入誰呢 代入上面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 給他一個名字叫做 因為我不想再重新抄一次 你懂嗎 有時候考試的時候 想說 我要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 你要把這麼長的式子 重新抄一遍 覺得很累 對不對 我個人會想說 給他一個名字叫 我只是把它代入 這樣就好了 人家就知道你在做什麼 代進去喔 你會得到 我直接算可以 這個平方會變成9倍的cosθ 再加cos平方θ 是不是會等於1 我這樣算會不會太快 就帶進去平方而已啊 9個cos平方加cos平方 所以會變成10倍的cos平方θ 等於1 漂亮喔 看來cos要結束了 所以我們就發現 cos平方θ 會等於10分之1 哇 cos平方θ 等於10分之1 那就代表cosθ 應該等於正負 好棒啊 我把cosθ算出來了 可是同學你應該有注意到喔 我的cosθ是正的呢 還是負的呢 還是都可以 要注意 這個題目說 我的角度在第三向線喔 第三向線請問cos是正的還是負的啊 根據定義啊 這只是幫助定義的圖形 cosθ 一四向線是正的 二三向線 它是負的喔 既然是負的 請問你 你這邊這個正的當然就不合啊 好不好 在旁邊寫一下 正的就不合 對不對 正的當然就不合 好 我們終於算出來了 來 看我這邊 cosθ 好不容易被我算出來 叫做 根號十分之負一 沒有錯啊 對不對 cosθ算出來了 啊 sinθ呢 sinθ sinθ不是等於三倍的cosθ嗎 所以你把它乘三就好了嘛 所以它會等於根號十分之負三 而且沒有錯啊 sin在第三向線是負的啊 sin是一二向線正 第三向線是負的 沒有錯啊 對不對 完全合理 哎呀 這一題小有難度啊 但是我們應該也已經破解掉了 把sin跟口算加起來 來 所以這一題答案是我看看喔 來 我會寫在這邊 來 我會寫在這邊 根號十分之 欸 這是負三 再加上 根號十分之負一 合併之後 這一題的答案應該叫 根號十分之負四 就是它有這個選項嗎 來讓我們看一下正確答案 欸 沒有啊 它要做有理化 對不起 所以這個還得做有理化 要做有理化 那就上下同乘根號十 就是十分之負四根號十 好 這樣總該對了 再整理一下 要變成五分之負二 分號十 有沒有這個答案 我看一下 欸 有 它給的答案是第一個選項 本題答案應選第一個選項 欸 寫上去喔 其實也不難嘛 對不對 韓國 日本的考題 欸 日本也比較變態一點 不過韓國的考題也蠻值得我們參考 不錯吧 這題目做得挺好 可以嗎 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這一題可以喔 還有一點時間來帥哥 換我拍這邊 我們再看下一題題目 看能不能兩節課把它講 下面這一題簡單 這一題講好 我們就來休息一下 請各位同學看到立題目 來 立題目 來 立題目 這一題目 不會真的是 愧對 怎麼說呢 愧對自己啊 來 這個立題目 立題目是一個對數的運算 LOG 以二為底 誰的對數啊 120的對數 它是考平衡 減掉 來 這個是什麼 這是1除以LOG 以15為底 二的對數 問你說這個東西算出來的值是多少 哎呀 哎呀 這個在座同學應該會處理對不對 你說老師這怎麼做啊 來看我這邊 前面這個是LOG 以二為底 120的對數對不對 減掉 當你看到不會做的題目的時候 我們現在高中數學跟你說 你就用什麼東西 就一定可以做出來 換以公式啊 LOG以15為以二的對數 它可以寫成誰出於誰 對不對 換成 比如說以10為底 就LOG2再出於多少 LOG15啊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都 換以公式都這樣交流 我們都換成那個以10為底 當然你要換成其他底數 我也沒意見 但是我基本上 我都說換成以10為底 對不對 換以公式啊 再接著看喔 它變成LOG 以二為底 比120的對數 減掉 請問你 除以一個分數 就等於乘上它的導數嗎 所以這東西會變成什麼 這東西會變成LOG15 再除以LOG2 對不對 對吧 一除以它就是導數 你知道就這樣啊 下一個獅子 LOG以二為底 120的對數 減掉 你可以換底公式對不對 可以再把它還原回去 這個東西就是誰呢 就是LOG 以二為底 15的對數 對吧 這個叫導數公式啦 好不好 就是這樣 對數率 來經理告訴我 外面相加裡面相除 那如果說外面相減 對不起 我剛才講錯 外面相加裡面相乘 外面相減的話 裡面會相怎麼樣 相除 所以它會變成LOG 以二為底 這個是120 去除以多少 15 對數率啊 好久沒有算對數了 再講一次喔 外面相加裡面相乘對不對 外面相減 另一面相除 好 那這個算出來是LOG 多少呢 以二為底 120除以15是多少 我這樣看 然後除以15是8 LOG以二為底 8的對數是誰 同學 8是2的幾次方 8是2的3次方 所以答案是3 這樣好嗎 就這樣 這一題答案就是123的3 有沒有覺得還可以 還可以嗎 對不對 我覺得台灣比較不會出像這樣子的題目 這種題目比較有感覺像是我們段考會考的題目 台灣的學生應該不會這樣出 可是他們大學已經考就出了 就出在那個填充體裡面 好吧 這堂課就先這樣囉 好 我們下一堂課看能不能把它講完 來 謝謝各位 再一堂課就先這樣囉 謝謝